HELLO 我是滴滴 那我今天要幫大家示範居家快塞的步驟 拿這個快塞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藥妝店或者是藥局 或者是便利商店其實都買得到 那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的一個居家快塞包 那當然就是首先我們可能有出現一些護膠症狀 那就是懷疑自己有確診 或者是我們跟政府公布的確診的足跡有重疊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購買然後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診所 索取 不過就是我們要敘述自己的一些接觸室或者是工作室 然後有醫師來評估說他會要給你這個快塞包 還是就是幫你專診去做拆檢 那我們打開的話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也會有說明書 所以其實不懂的話也可以看一下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會有這個鋁箔裝的裡面有乾燥機 跟那個我們的卡夾 檢驗的卡夾 然後還有就是萃取液跟它上面的滴管 那上面是會有砍蓋子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五菌的裁剪刷 所以我那時候當然就是要先洗手 我剛才以前洗了洗乾淨之後醒一下鼻涕 我也醒過了 那醒鼻涕之後我們裁剪幫你拿出來 頭朝上70度 然後把這個東西送進鼻孔大概2.5公分 然後再轉到3到5圈 那兩個鼻孔都要這樣子做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裁剪完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裁剪刷放到我們液體裡面 然後一樣轉3到5圈 然後轉完之後讓它靜置 至少要靜置1分鐘 讓它完全的混合才會有效喔 好那現在已經1分鐘了齁 那我們一樣要取出前我們一樣就是 可以壓著管閉 把四管刷上面多餘的液體 擠乾淨 好 包裝裡面還有附一個就是塑膠袋 我們就把這個已經汙染的採檢棒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萃取液的部分我們就把第一管蓋上去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那就是到最後的步驟 就把液體擠在我們的測試的卡架上 大概滴入3D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待 等待15分鐘判讀的結果出來 那出來之後我們就把剛剛的第一管拆掉 然後裝回原本的蓋子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我們的塑膠袋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掰掰 祝大家星期健康 如果篩檢結果呈陽性 或出現任何疑似症狀 請拨打高雄市衛生局 防疫專線07-723-0250 並依止釋就醫 防疫小煎兵 我是柳丁哥哥 我是草莓姐姐 防疫期間 小朋友戴口罩 扣鼻 記得要覆蓋 室內要通風 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用肥皂搓洗20秒以上 不觸摸眼 口 鼻 少接觸 少群聚 常消毒 保持衛生 固定的人打菜 吃完飯 趕快戴上口罩 早晚量體溫 做個健康乖寶寶 如果有任何身體不舒服 趕快告訴老師和親友 保護自己也保護朋友 防疫好習慣 你也能做到 各位視頻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高雄市 是 3,011個本土的個案 那 在隔離期間 因轉量是275例 昨天是238 所以 稀微的增加 外縣市的旅遊史 昨天是128 今天降到69 那 因為今天是禮拜三 所以 有外縣市的旅遊史 理論上在禮拜一禮拜二 大概都會發病 所以 今天的數量有稍微降低 特定娛樂場所18例 昨天是12例 差不多 那增加最多的是在密切接觸者 昨天是2023 今天是 2559例 增加了大概有530例 左右 那 裡面呢 增加的比較多的是同住親友 是1,115例 昨天是708例 大概增加了300例 餐飲娛樂場所是390例 昨天是304例 這個範圍差不多 增加了大概有80例左右 職場 昨天是873 今天是799 有降低 高風險的場域也增加 包括菜市場等等這些群聚的場所 那這張看得出來 風險增加的是在同住親友 跟這個高風險的場域有增加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還有餐飲娛樂也增加 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在母親節的這個南北移動 或者是這個 跟長輩的聚會 所以同住親友 差不多在母親節是禮拜六禮拜天 那同住親友 假如在禮拜六禮拜天 接觸到確診者的話 那在發病的時間 大概也是差不多在禮拜三 那同樣的假如有聚餐 在餐飲娛樂場所的地方 當然也增加 那風險場域 就是人多的地方 也會增加 所以是母親節後的三天 造成社區傳播感染增加 這個是整個疫情的分析 那這一張圖是三日的均線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北部地區 這個 有一個看起來像比較平緩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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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線 但是其實是 在禮拜 這個 這個 母親節後 在檢驗的這個量能 也因為 這個 在 人數多 而造成檢驗量能受限的情況之下 那也呈現一個 稍微比較平緩 那高雄跟台中一樣 兩條線 其實是差不多 在都市的人口的結構 商業的活動 人潮的移動 也都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那 台中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各位看得出來 這兩條上升的曲線 那其實相對來講是 差不多 那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 在這個疫情 逐漸的 升溫 那 希望說能夠盡量的 把這個上升的曲線 能夠控制在一定的範圍 能夠讓它 比較平緩一點 所以我們也會來調整 我們的 必要的時候 來調整我們的防疫的措施 那接下來我就請潘基正 來跟大家說明 在整個 詳細的一些疫調 跟整個流行的趨勢的 一些判斷 是 各位市民同學 各位民眾同學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高雄市 在中央流行疫情的中心 這邊公佈 3153例 但是在我們經過疫調之後 我們發現 事實上 在週六週日 這個連假的期間 因為母親節的狀況 很多的這個個案 需要南北移動 從各地 往返的 油脂相當的多 所以 轉嫌的案件 也跟著增多 包含 系統重複通報 還有就是 可能在 實驗室的意義上面 經過 系統的綜合研判 有改判的狀況 總共排除142例 因此 高雄市今天本土的 COVID-19個案 總共3011例 那這30111例的結構 大概有 大概有275例是 這個陽轉的個案 另外 1139例是 既定既有的這個匡列對象 那這匡列的對象 就是 之前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匡列的 那這個部分呢 佔了整體30111例的47% 那另外 在社區當中 因為接觸風險 因為自行快篩 因為出現症狀 而自行就醫的這個部分 總共1597例 那這個部分佔了53% 顯然在社區的一個風險上面 那 這個不特定的接觸 造成的可能快篩陽性 或者是 這個 出現症狀的比例 還是維持在五成以上 那社區風險依然是存在 再分析在密切接觸者的這個結構 主要同住親友的部分 那大幅的上昇 特別是同住家人 確診人數來到603人 那親友的接觸 那這個部分也包含著親戚 總共有512人 那這個 在這個族群總共佔了1115例 那這個部分 根據我們的疫調也發現 事實上 雖然目前疫情的狀況相當嚴峻 但是 在面對這個 母親節的這個需求 還是有 還是有部分的 這個朋友 在外地回到家裡面 那在家族或家庭的部分 接觸 而造成 可能有風險上面的一些感染 那這個部分 是 這個 這個母親節效應的一個 的一個 呈現 那另外 餐飲的部分 也有所增加 275人 在職場校園的 這個 族群裡面 校園有245例 那職場有554例 相對前幾天來講 職場的 這個確診人數 似乎有 比較趨緩的狀況 不過 我們在這邊要提醒 職場這一部分 由於在 防疫政策的 目前的一個改變當 之下 那在職場 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是 並不匡列成為密切接觸者 而是透過職場的 這個防疫檔 進行相關的一些 風險評估 然後 列為自主應變對象 那這自主應變對象 在 這個出現症狀的時候 會 要求 立刻去就醫 這個進行相關的 這個評估 那在就醫前 或後 會取得快篩試劑 要取得快篩試劑 然後 再進行採檢 那在這裡 我們也發現 其實在 高雄市的 1111家的診所 那 目前在禮拜一 禮拜二 這個 快篩試劑的 取得一個發放 還有這個 因證就醫的人數 也在這邊 有大幅的上升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 呼籲市民朋友 如果有症狀 不要遲疑 趕快 尤其是上誤教的症狀 趕快到我們的診所這邊 去就醫 那醫師 會依據 實際的狀況 發給 居家快篩試劑 然後進行 現場的一個評估 那另外 在市場百貨 還有商場 大賣場等等的這些 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那我們也發現 出入這些風險地區的接觸者 確診者在這個地方 出入的人數也跟著上升 那這部分顯示 社區在風險場所的地方 會有一些群聚的效應 那這個地方 也顯示社區不特定接觸風險 有日間上升的情形 那要提醒民眾特別小心留意 那另外我們分析在各年齡層的一個分部 我們看到 事實上這一張圖 跟之前兩天有所不同 那之前兩天大概是20到29歲 都是確診的人數跟比例最高的族群 但是今天看起來40到49歲 卻是最高 而且是明顯的最高 那這部分呢 要特別的強調 事實上 這個也是在 這個 這個節日的效應之下 而產生的一個結果 那20到29歲 在我們的 確診者裡面 還是感染最多的 只是說 因為是來自於外縣市 來自於外地 因此在經過疫調之後 將它轉嫌回到外縣市這邊 所以這邊要特別的跟市民朋友提醒 到目前為止 雖然全台灣都陷入疫情的風險 那但是呢 在南北移動的部分 在目前的高雄市 還是屬於 這個 非必要 可以不要去嘗試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移動方式 那盡量的 盡量的 在就地 能夠 這個 做好個人的安全 維護 衛生維護 戴上口罩 那這個部分 是 在目前為止 在高雄市這邊 需要 大家 配合的一個防疫措施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謝謝潘基正的說明 那接下來 有一些醫療量能 準備我請 黃局長 衛生局黃局長說明 市長 那 跟各位市民 做個說明 那我們 呃 持續在第三階段的 醫療量能部分 五月九號期 我們總共高雄市有 一百 一千八百八十二床的 COVID-19的一些 病床可以使用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一個 醫療量能使用的狀況 在病床部分 我們 目前 呃 有空床率是 79.4% 那 我們在 加量疫情 防疫旅館的部分 我們空床率是 呃 87.8% 那另外 我們有 一萬零六百七十五人 接受我們的居家照護 在整個 使用的一個 COVID-19的確診者的一個 分布裡面 一萬零六百七十五人 占了所有裡面的 八十九點二% 是居家照護 然後 基建所是七三三人 然後 有四十人 是屬於 加強版的 防疫旅館 那另外 有五百二十四人 佔我們 呃 4.4% 是屬於 住院的狀態 那多數都是在 我們的一個 居家照護 的部分 那居家照護部分 我們另外提供了 包括我們的 專責醫師 也包括我們的 每天的關法 也包括我們的熱線 那我們統計到目前為止 呃 總共有 六百七十三人次的 有 有醫療需求的一個諮詢 那 有 通訊整條的部分有 八百三十八人次 那另外有 一百三十人次的一個 後送醫院 那另外有十七人次的 心理諮詢的部分 我們提供 呃 全方位的各式各樣的一個相關的一些協助 來協助我們這些居家照護的民眾 那接著是 呃 還是要強調疫苗的重要性 那 目前 呃 我們已經有完成接種的學校數是七十三間 佔了三千七百七十二人 那這部分 我們持續 在呃 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我們呃 呃 今天我們在剛上去和平郭曉的一個 疫苗市長的現場 那我們看 呃 秩序很好 那大家就 呃打疫苗 好 謝謝 朋友 好謝謝 我謝謝黃局長 教育局的謝局長 也有一些事項要跟大家做說明 我想 我們的同學 跟老師 啊 家長 都非常關心的一些事項 好 謝謝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午安 那接下來由教育局來做說明 那我們高雄市的 這個 這個 昨天有特別針對這個 這個 這個匡列匡列部分 我們早上有發佈一個 國高中的一個匡列原則 我們原則上 是按照我們教育部的 九宮格的規範 好 那現在我們再補充說明如下 好 現在就是說 學校防疫長 應考量學生活動 及接觸情形 進行疫調 如果有需要 就擴大匡列相關密切接觸人員 好 這部分學校是可以有 比較彈性來讓家長更放心 可以在 除了九宮格之外 如果必要有密切接觸的狀況 我們還是可以做匡列 那這個匡列之後 應該要通報教育局 並由衛生局協助 進行校園風險控管 以保護學生來避免疫情擴大 我想這個附帶的一個說明 就是要更加保障我們 國高中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匡列的原則 而且要確保學生的一個疫情的一個安全 好 那另外我們針對國中部分 會考後至畢業典禮前之課程規劃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再特別補充說明 因為我們在會考前 我們高中市這邊都有做妥善的規劃 包括這個禮拜 各國中 國三可以自主選擇 要不要做線上課程 那下禮拜起 會就是會考前一週 就是完全就是採線上課程 那會考後 我們現在就是這一章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學校會考後可以 是這個疫情的狀況 由學校防疫小組會議 取得共識後 得以全三年級為單位採取線上教學 那線上教學這個開始時間 還是一樣由學校評估之後自主決定 那但是如果你仍然採取實體教學的話 學校如果學生有需要 那應該要給予彈性準假 不列入初學期的一個成績的計算 那我想這個部分跟高中的高三的部分 事實上是類似的 我們由學校來自主決定 這樣一個高三國三的一個 一個畢業前的一個課程的規劃 那我想這個是比較有彈性 而且讓學校可以 試這個學校狀況來做妥善的安排 這邊也宣布新的一個國中一個做法 來讓各位家長知道 那昨天媒體有特別問到 畢業典禮辦理的狀況 我們經過審慎評估之後 也跟各級學校校長出來做一些演繹 那我們現在宣布的原則就是說 我們今年畢業典禮的辦理的原則 就是以線上辦理為原則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學校按照這個原則來做處理 也讓這個家長能夠放心 那當然線上辦理也可以有很豐富的這個內容 來讓學生留下美好的記憶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學校來做躲善的規劃 好這個這張就是我們今天高雄市校園的一個 一個暫停實體課程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確診或快篩陽性的人數有426位 那暫停實體課程及防疫的人數有5078位 這當然包括就自5月7號以前的人數 那幼兒園跟國小暫停實體課程的人數的部分 這裡面有4313人 那國中級高中那個警方一家人數有765人 這是今天整體的一個校園狀況 好以上報告 好謝謝 還有幾項事件跟大家說明 這個是我們高雄市診所加用快篩的分布圖 總共增加的其實非常的快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在右下角這個數字 原來我們高雄市在之前 這個個案書當時陽性其實都 PCR最後陽性都一個兩個甚至沒有 到現在累計最近的數量 PCR2433人是陽性最後 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陽性預測值越來越高 代表這個社區的風險在增加 好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有呼吸到症狀的民眾 到醫院就醫的時候 到診所就醫的時候 假如症狀很輕 到診所就醫 那就交由診所醫師來完成診療 然後給藥 然後也發給快篩試劑 然後快篩試劑看陽性陰性 假如是陽性你就帶著陽性的 這個KID在那個試劑 好然後就直接到社區篩檢站進行採檢 然後把你的這個試劑的結果 PCR陽性或陰性回報給你的診所的醫師 那這些我們的基層醫師加入整個防疫的計畫 事實上我們已經啟動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盡速的 在我們的分級醫療 然後全人照顧 能夠落實到 照顧每一個我們的市民朋友 這個是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張呢 這張是我們現在的住院書 這個從一開始的95個一直這樣慢慢慢慢的增加 那這個是我們的醫療的這個準備的這個數量 其實各位看得出來 我們其實同步也要把我們的醫療讓人的capacity 能夠往上提升 來確保我們每一個知名朋友 當重重症有風險的時候 都能夠有醫師照顧 有醫院能夠做好最好的準備 這一張跟大家說明清楚 好 那我們今天開始高雄市已經開始這個關懷包得來數 那已經開始在38個行政區 那我們相關的這個地點都有公佈在網站 也在我們的臉書 資訊 所以你在哪一個區 你就到哪裡領關懷包 那第一關當然是確認資料 確認你的這個身份 到底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就可以領關懷包 這個是兩個程序 就好像這個速食店的得來數一樣 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延程區公所 今天在確認資料的流程 各位看得出來 我們同仁都在這裡做好準備 你只要把你的身份證 確診者的身份證給我們的同仁 來做身份的查核 那他就會很快的來進行比對 那這件這裡要在確認資料的時候 很重要 我們同步也會有這個圖 在確認資料的時候 兩件事而已 第一個 你要帶確診者的身份證 確診者能不能出門 不能出門 我再重複一次 確診者不能出門 那你可以有你的親友 或者是誰呢 你的同住的親人 他是居家隔離對象 你是確診者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就是居家隔離對象 你若是破壁 中壁 你家跟你做回答的人 就是居家隔離 那居家隔離的人可以出門嗎 不能趴趴趴走 你可以 居家隔離 然後你快篩羊 你可以到篩檢站進行採檢 你可以到篩檢站 第二個 你可以來領隔離包 但是你要防護做好 口罩戴著 假如你是同住家人是確診者 你出來領防疫包的時候 騎車 自己開車 或者是走路 能不能搭交通工具 搭重運輸交通工具 不行 不能搭捷運 不能搭公車 你就自己來 那開車也好 騎車也好 然後用走路的都可以 口罩一定要戴好 在確認的時候 我們只關心兩件事情 確診者的身份證 戴著 不管是證本 或者是拍照 你心想 確診者 注意聽 確診者的心想要知道 因為我才知道 你到底是誰人 確診 還要來領 我們的關懷包 的發送 是以確診者的家庭 一個家庭 作為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確診者 他的身份 因為上面有電話號碼 不是電話碼 抱歉 身份證字號 那我們會用barcode 去掃描 我們就馬上知道說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查到 這一位 是不是確診者 然後你假如身份證沒戴的話 那你帶領的人 你的身份證 你跟他知道的人 你要知道 你還要付確診者的健保卡 或者是因為你們住在一起 那一定有戶口名簿 所以你要 帶著確診者的身份證 跟帶領者的身份證一起來 我們 你證件帶來 都帶好了 我們只有問一個問題 其他我們都不關心 就問一個問題 擴除 跟你住在一起的確診者 或者是你帶領的那位確診者之外 這個家庭還有多少人 譬如說這個家庭有五個人 確診者一個 那就剩下四個 那你 大人小孩 這四個裡面幾個大人幾個小孩 什麼叫小孩 高中以下 包含高中 叫做小孩 所以是18歲以下 我們有在上學的同學 這個叫做小孩 所以 我們只問一個問題 你身份證帶著 確診者的身份證拿來 我們只會問你說 大人幾個 小孩幾個 齁 啊 我們為什麼要問這樣 齁 但是你人數如果想這個的時候 齁 啊我們會幫你老店 啊我們會去查 齁 我們會查核 做一個簡單的查核 啊不然有人說 他們家庭有15個 啊我們不知道事情要怎麼煩 齁 啊 我們就照幾季 你們家幾個你就補幾個 因為你補來 你如果補15個 啊我兩天去找你的時候 居家隔離就是15個 齁 啊這樣很麻煩 你也很麻煩 啊我也很麻煩 啊一間出來齁 齁 這個人數我們 當然現在中間的規定是 可以注入到四個齁 齁 那我們盡量的盡量的 我們還是用一個比較 啊大家 啊互助 啊合作齁 齁 啊我們大家齁齁 都你說幾個啊我就發幾季齁 齁 齁 啊但是人家做選擇的時候 啊因為 這個都是公費快篩試劑齁 齁都是大家市民朋友 啊市政府所購買的這個試劑齁 齁所以當然也 要很寶貴的來使用齁 齁所以 我們會問你大人小孩有幾個人 齁 齁那我怎麼算四季給你呢 來這個就是一家齁 齁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講過 是以家庭為單位 確診者跟他的同住家人 所以確診者是這一位 齁 確診 齁 那他家裡面還有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所以我們會問你幾個大人幾個小孩 是扣掉這個確診者 大人每人三隻 所以一個大人三隻 兩個大人就加起來六隻 小孩一個人兩隻 那就兩隻兩隻 加起來四隻 所以我們會給你十隻 所以 簡單講這張圖在一個屋簷下 齁 同住的家人 確診者 一個 齁那確診者不用試劑 七天後就自動解隔離 其他的人 除了確診者以外 四個 兩大兩小 這個就是我們在計算 這個的方式 齁 好 那 大家會問 齁 我在學校被匡列同學的九宮格 或者是同班同學 有人確診在國小幼稚園 那被匡列隔離 那試劑誰要給我 18歲以下 假如 齁注意聽 齁 假如是在校園匡列的這個部分 假如是在校園匡列的部分 都是由學校發 齁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也要請大家 能夠說明清楚 齁 那社區38個區在發什麼試劑呢 他就是以確診者的家庭 為單位在發送的 那假如是學校匡列的 那就由學校來發放 每人兩支的快餐試劑 齁 我想這樣都非常的清楚 齁 齁 那今天其實 累計到現在 齁 到中午12點的時候 有1200位左右 齁 齁 齁 這個 使用我們的 這個得來速通道 啊 所以也非常的方便 啊 現場也沒有排隊 大家就很快 然後 確認身份 就領 隔離包 齁 到中午的時候 給我的數字是1101 那到現在已經超過1200位 齁 所以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一個配合 那我們的公所的同仁 也很努力 那他們從 禮拜天 啊 接受到 我們市政府的 防疫會議的 決議之後 啊 那大家都沒有命 沒力 啊 所以拜託大家 齁 齁 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內容 好 謝謝市長 那請在場的媒體朋友 如果有提問 請說明您的單位 並簡單敘述您的題目 謝謝 聯合報請問 那 呃 剛剛有提到已經有一萬多個人 他是在居家照護之下 那請問現在高雄目前 就是有使用抗病毒藥物的使用狀況 然後另外就是衛星藥局的部件 是不是已經完成 然後另外有提到就是說 呃 已經有一千兩百位 大概使用我們這個得來素的 呃 關懷包的通道 那其他如果沒有來的話 也是照樣是用李幹事來 來送嗎 好 謝謝我請 呃王局長說明 是 這裡這裡說明 那 目前呃 我們高雄市 呃 我們的核心藥局 總共有五家 那我們的衛星藥局有二十一家 那社區藥局有七十一家 這裡指的是 他們已經有配置到 我們的抗病毒藥物 好 那 呃 我們的了解 全國的一個 基本上就是每一個區 就是每一個鄉鎮 至少要有一個 我們的社區藥局存在 那高雄市現在總共全 全部已經有九十一家 這樣子的藥局 那在比較偏遠的地區 那我們民眾也不用擔心齁 我們已經包括我們的桃園區 南馬夏區 我們的茂林區 還有像山林區以及六龜區 我們在我們的衛生所 也建置好了 我們可以提供抗病毒藥物的一個配置 這都建置好了 所以加起來總共已經有 一百零三個點 那我所知道的是 包括我們的 呃 只是我們居家照護的醫師 也已經在昨天 有開出抗病毒藥物了 所以 這已經 都在 開始 做這樣子一個 相關的 整療的工作 已經開始了 好 謝謝 還有嗎 那個就是 沒有辦法領到 那個去得來數的人 要去哪裡 欸 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的心智已經做調整 我跟大家 說明的就是說 因為 未來齁 在 整個 病疫數的增加 會慢慢慢慢增加 好 那 我的了解齁 在 在有一些縣市 其實他們發 發這個 呃 關懷包 或者是發試劑 有的都 居家隔離結束 都還沒領到 這很麻煩 因為為什麼很麻煩 好 是因為在說 在資料的確認 有一些因為 我們拿到的資料 是拿到健保卡的資料 那健保卡不是他實際住的地址 好 那第二個電話有時候 這個 那個 我們的系統裡面 查不到你的電話 醫院有 但是衛生局沒有 所以大概大家都要花時間 好 去處理這些資料 所以 這個很 大家人數又多 好 在其他的縣市 我在講其他的縣市 好 然後就會很麻煩 在在在處理這些資料的一個比對 資料庫 就耗費很多的時間 好 那所以我們就嫁接到 CDC的 這個 這個資料庫的一個系統的查詢 那每個人都可以查 好 民眾也可以查 我們也可以查 所以大概他的時間差 跟你收到簡訊大概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很快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抓個兩個小時的時間 只要你收到 簡訊通知大概在兩個小時內 我們就可以查詢你的 身份證的字號 那就可以知道你是陽性或者是陰性 那就可以 很快速的就可以 給快篩試劑 或者是關懷抱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確診以後大家會緊張 希望說能夠趕快加人趕快驗一驗 所以我們都了解說 這個大家的 這個 這個緊張 所以我們要快 用最低的時間 這個最快 所以你走這個是快速通道 你大概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領到你的這個 這個防疫包 這個是最快的方式 好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 就是大家能夠 這個合作 也能夠配合 也很感謝你 因為今天大家 有的民眾來都跟我們的公所的人員 表達感謝 說 讓他們真的很方便 那我們同仁也很辛苦 所以 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最快速的方式 能夠 就不用排隊 或者是 你就直接得來數這樣 好像麥當勞在點餐 點餐取餐 然後就可以回家 也不用下車 都不用 就這樣來 就很快 那假如你真的不方便 那我們在 譬如說有一些 真的是行動不方便 那真的他也沒有辦法來 那我們就有去公所的人 再來送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 就是說 那可以自己去就盡量自己去 這樣最快 那我也知道 市場也知道 大家要趕快 所以我們就 拜託大家 我們一起合作 大家 團結 防疫 能夠把我們這個 不管是在疫情的控制 就醫 都能夠做最好的安排 好 謝謝市長 那 有兩家 提問 那其中大愛臺所提問的 有關關懷包的事情 那剛才市長已經有說明了 另外三例想要提問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她PO臉書說 發明車來數的點值是 台北市率先 率全國之先 那設立大家現在都有的 篩檢站或者是急診門診 那其實高雄市早在二月份 就在岡山設立 車來數的社區篩檢站 所以對於車來數篩檢 那高雄市一開始的設置想法是什麼 那有參考其他國家嗎 那 我們大家記得我們之前在打疫苗 是用日本的unviting的方式 這個日本人在打我們看都很感動 一個文明國家的做法 能夠很尊敬的 來對待我們的長輩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部分 那車來數的部分其實在很多國家 因為國外的疫情都 在兩年前就開始 他們應付這種大量的傷患的時候 這採檢就是用得來數 有的還在這種 這種 這個美式足球場的裡面 或者是MBA的球場裡面 這個車子進去出來都非常方便 因為他們冬天很冷 所以在領的時候就要 用這種大的 這種Stadium這種運動場來處理 就在國外很常見 但是我想還是在於說 每個市民朋友的感受跟方便 那各位應該也了解說 各位市民朋友應該也了解說 其實我們的醫護同仁跟衛生所的同仁 真的真的很辛苦 我們的車來數現在有7個地方 我們的社區篩檢站有23處 總共23處包含7個車來數 所以我們在採檢上 其實在高雄來講 現在病例數當然不多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種 大量的PCR採檢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 所以排隊的時間有時候 撤來數因為 一輛車、兩輛車、三輛車 那會逐減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 有時候會稍等一下 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排隊要太久 你就會怕 社區篩檢站在你們家出民家庭而已 這樣最快 這個可以大家自己稍微做個分流 那我們再來看說 假如人再多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會去動態來檢討 這個車來數的 這個狀況 不過社區篩檢站還是 我們的原則 兼顧到一些區域的平衡 不要說 你這個 比較正確的地方 找不到人要採檢也很辛苦 車來數也不好 也不知道車要篩到哪裡 你如果比較方便 就我們去基米地区 在我們大家認識的基山便宜 這裡就有社區篩檢站 那 或是說 一些比較基町 便宜 在外面 也很方便 也有社區篩檢站 那 在高榮社區 也有社區篩檢站 所以 大概我們根據地域的一個分部 來 設立我們的這個篩檢站 好 還有嗎 好 那如果各位媒體朋友 沒有進一步提問的話 那我們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